《天文测量》 这一讲我们讲天文测量 对浩瀚宇宙的测量 我们从小都会有一个遐想 抬头望望天空 天外边是什么 当然现在我们可以说 天外就是宇宙空间 我们一直说宇宙 宇宙有多大呀 我可能说不知道有多大 但是现在最好的望远镜 大概可以车到150到170亿光年 那么宇宙一共有多少颗恒星呢 我们所说的恒星是指太阳这一类的 土星木星这些都是行星 恒星有多少颗呢 很难说 因为宇宙有多大 我们现在还说不清 光银河室就有一千亿颗恒星 而估计整个宇宙空间至少 有一千二百多亿个 银河室太大了 所以我们说宇宇宇宙用浩瀚两字一点也不夸张 我们说如果我们想象到宇宙空间去做个旅行 对于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来说可能是个梦想 但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不是梦想了 自打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那一刻起 到现在已经有许许多多的航天员在宇宙空间做了旅行 甚至在宇宙空间站里头待着可以长达数个月 我们的这些神七神八 现在神九和又和天宫一号对接 就是咱们的宇航事业 也是在不断地发展 所以说对于人类来说 到宇宙空间去旅行已经不是个梦了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可能是个梦想 是个梦想我们就假设做一个精神上的旅行 你就是在地球上到一个地方去旅行 你应该做些什么准备工作呢 至少你得了解一下 我们这儿到你去旅行的目的地有多远吧 还要知道些什么呢 比如说那边的温度怎么样啊 我们带什么衣服啊 同样到宇宙空间去旅行 我们也要做一下测量 比如说我们要到哪颗星系去 我们至少要知道 那颗星系离我们有多远吧 那颗恒星 它表面的温度是多少吧 当然这全都是想象 因为恒星的温度很高 我们根本达不到恒星的表面 我们这个生命体就完了 但是我们就是说这样的假想 好了 所以也就引出来了 我们要做一些测量 天文测量 说到天文测量 我们先回顾一下 在地球上做测量 我们说的摇测 比如说有一条河 滔滔的河流 你过不去 我们想知道这个河面的宽度是多少 怎么测量呢 对面也没有人 哦 我们可以是这样 你在河的 此岸 往彼岸 找一个目标 比如说一棵树 找垂直了 我们要测的就是这个距离 这个距离 我们用个字母L来表示 接着我们转过90度 在我们自己的岸边 再找个目标 找一个点 我们来测量一下 这个距离 我们测量出来的这个距离 用D来表示 接下来做的事情呢 就在我们找的这个目标点 我们对着对岸的那个点 瞄准 拉下线 我们把夹角 测量出来 这也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夹角我们用FY来表示 好了 同学们可以看到 这个虚线实线 构成了一个直角三角形 用我们初等数学的知识 我们就可以求出L 写出来 假设 随便我给出一些数值 D比如说等于35米 FY等于68.2度 我们根据三角形的 勾股旋定理 知道弹径的FY 就等于对边比上零边 也就是L比上D 我们测量到了FY 也测量到了D 把数字带进去 我们得到了L 等于87.5米 这样 我们就完成了一次摇测 当然你还有可以估计一下 对岸所找的那颗目标 距离岸边有多少 修正一下这个核的近宽度 这是说地球上的摇测 回到我们的主题 我们是要到遥远的宇宙空间去旅行 对遥远的恒星 我们是不是也能这么测呢 显然不行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实际上天文测量 会有很多很多的办法 用光学的办法 用雷达波的办法 等等等等 我这里呢 就介绍一种最简单的办法 叫周年视察法 什么叫周年视察法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太阳 地球绕着太阳 做轨道运动 是个椭圆形 近似圆 如果我们对 遥远的一颗恒星 做测量 这颗恒星 不像我画面上表示的这么近 对地球轨道的张角这么大 要远的多 张角要小的多 限于我屏幕资源 我不能画得那么远 好了 这颗恒星 往太阳这个地方 假设的引一个线 跟这条连线垂直的 地球轨道的直径 大家看到了这个图上 这个直径和地球的轨道 相交交了两点 这个两点 对于地球上的时间来说 夸度是半年 对吗 我们在这儿 做一次测量 地球上 天文望远镜 对整了那颗恒星 做一次测量 半年以后 在直径的对面的位置 我们再做一次测量 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两次测量之间的夹角 θ 有个问题 你想想 为什么要半年以后呢 两月以后再测一次 行不行呢 它会造成什么误差呢 这个问题留给大家去思考 以后我们讲 管相对论的时候 还会碰到隔半年 再做一次测量 测量以后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夹角 这叫做四叉角 这个角我们用θ来表示 好了 假设我们地日之间的半径 我们用平均半径 用A来表示 这个A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天文单位 一个天文单位 有多大呢 就是1.5亿千米 因为天文的数字会很大 如果我们还是用米做单位的话 这个数字会很大 所以我们把单位弄得大一点 数字可可以小一点 现在我们还是从这个直角三角形来看 大家看到 sinθ 在这个直角三角形里 等于对边底上斜边 对边是A 斜边是D A是我们已经知道的 D是我们想要知道的 θ呢也是我们测到的 sinθ 等于A比上D 这个θ角是很小的 在三角函数里面 如果这个角度小于5度 那么这个角度的值和它的正弦值 几乎就相当 而这个θ 大概在秒的数量级 很小 所以我们可以近似的写成θ 就等于A比上D 当然单位是弧度 给大家一个数值 1弧度等于57.30度 也就等于 206265秒 206265秒 为什么要用这个呢 我刚才说了 这个θ角在秒的数量级 好了 上面那个值 我把它带进去 就等于我要用秒做单位 θ是秒的数量级 如果你还用度 如果你还用度 或者用弧度 那么会引出小数点后边很多很多位 所以我们要把它划成秒 θ等于206265A 比上D 当然单位我要改成秒了 假设θ是1秒 这个时候的距离 我用D0来表示 这个等式里 我把θ变成1 底下分母的D 我用D0来表示 也就是说D0就等于206265A A是地日的平均距离 这个值 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秒差距 秒差距 天文里头是用的很普遍的 这叫做一个秒差距 所以一个秒差距 就等于206265天文单位 看多大 20万天文单位 所以这个秒差距的单位 就更大了 我们还回过来看这 θ就等于1分之1秒 那么我们要求的是 恒星到我们现在地球的距离 这个D 对吧 所以我们从上面这个式子 就得到了D等于1分之1 上面这个式子 把D换到左边θ出下去 这时候D的单位是什么 是秒差距 长度单位 秒差距是长度单位 好了 这样我们的测量计算工作就变得很简单 我们只要时隔半年测 测完了以后 我们得到了这个周年视察角 然后它的倒数 就是那颗恒星到我们地球的距离 单位是秒差距 我要说明一下 如果这个距离很大 是大于300光年的 那么用周年视察法呢 可能不太合适 为什么呢 那个脚太小太小了 所以说不远不近的这样的是整合适 天文测量距离的方法还有很多 我这儿只介绍这一种最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做一下亮度的测量 亮度 我们很熟悉 每个有正常视力的人 都会对亮度做一个判断 当你在夜晚把室内的灯全闭了 你点上一只蜡烛 窗外有一弯月亮 你觉得蜡烛更亮一些 还是月亮更亮一些吗 蜡烛亮 为什么呢 我们就这蜡烛可以看书 可是呢月亮光实在太暗了 我们看不掉书 但是究竟是蜡烛发的光多 还是月亮反射过来的光多呢 不好说了对吧 因为这里有个距离的问题 我们也都要评判 怎么评判呢 在古希腊的时候 天文学家们 把天上的用人的眼睛 可以看见的那些星星 把它分成六个等级 最亮的星成为一等星 最暗的星成为六等星 用M来表示四星等级 M是一到六 这样六个等级 星的亮度 我们用小写的E来表示 等级越小的星呢 就越亮 一等星是最亮的 六等星是最暗的 而且规定 一等星的亮度 是六等星亮度的一百倍 有了这样规定以后 我们来考察 相邻两个等级的星的亮度 比值是多少 也就是说 一等星的亮度和二等星的亮度 我们假设它是X 二等星和三等星的亮度的比值 三等星四等星的比值 四等星和五等星的比值 五等星和六等星的比值 都分别为X 这样五个等式 我们把它左边和左边乘起来 右边和右边乘起来 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十字 把十字写得好一点 靠近 这个指数跟上 好了 大家就可以看到了 左边的这些比值得到 右边的X的五次方 而左边可以消掉很多 分子分母我们消掉了以后 我们得到了一等星和六等星的比值 是X的五次方 X等于多少呢 刚才我们已经规定了 也不是我们规定的 是古希腊的天文学家 已经规定了 一和一六的比值是一百 也就是说X的五次方 等于一百 我们很容易求出 X等于多少呢 一百 开更好 五次方得到了二点五一二 也就是说 相邻两个星等的亮度比值 是二点五一二 给大家一个数量级的概念 满月的时候 就是八月十五 正月十五 三月十五 十五的月亮 天气好 没有云彩遮盖 它的等级是负的 十二点七三 你怎么做到负的呢 是因为古希腊的 这个天文学家 把这些星可以看见的 星的等级分了以后 然后就延续 如果比一等星还亮 我们就把它称为零等星 越小就越亮 所以按照这种逻辑推断 月亮 满月的时候 月亮的等级 是负的十二点七三 晴天的太阳 它的等级 是负的二十六点七四 相当亮了 对吧 我们眼睛是不能直视太阳 可以直视月亮 但是这是亮度 我刚才说了 加上我们的主观的看法 发同样多的光 同样多的可见光 而说距离不同 我们的感觉就不同 所以如果掺杂到这个 有个不确定的因素 这个物理量用处就不大 如果我们要考察这颗恒星 它发的光的多少 如果不把距离控制在相同的这个量上 那看到的量与不量 跟发的光的多少 它没有完全必然的联系 对吗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设置一个绝对亮度和绝对星的 绝对亮度是指什么呢 绝对亮度 是指我们要让那个恒星到我们之间的距离 保持一定 那一定是什么数值呢 十个秒差距 十个秒差距的距离 然后我们来决定它的心得 换句话说 让所有的恒星都排在距离我们十个秒差距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们再去看 我们看到的这个亮度就和它所发的光 应该是一个正比的关系 那么规定的标准是十个秒差距 就是大家统一认可的 但是有个问题来了 我们既不可能像搬动一个台灯那样 去搬动恒星 把所有的恒星都排在距离我们十个秒差距的位置 我们也没有地方可以进退 使我们跟不同的恒星保持十个秒差距的距离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得到这个恒星的绝对亮度呢 这是个问题 然后和绝对亮度相应的那个星等呢 我们把它叫做绝对星等 这个绝对星等和绝对亮度是一个可用的物理量 那么同样的 我再给大家一个数量级的概念 地球上的晴天 太阳的四星等 刚才我们已经知道了 是负的26.74 太阳的绝对星等是多少呢 太阳到我们之间只是一个天文单位 二十万六千二百六十五个天文单位 是一个秒差距 在十个秒差距的地方 太阳的等级是多少呢 就是太阳的绝对四星等级是四点八 眼睛能看见的最暗的星的等级是六等 太阳的绝对四星等级是四点八 如果大家都在十个秒 他觉得太阳并不是很亮的 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来 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一颗恒星的四星等 绝对四星等级呢 或者它相应的绝对的亮度呢 下边我们来看一下 天体的距离我们用L2来表示 天体的亮度我们用小写的E来表示 绝对亮度用大写的E来表示 天体的亮度我们用眼睛可以看的 但是看到的不是绝对亮度 根据亮度和距离的平方是成反比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关系是 因为这个绝对亮度是在十个秒差距的位置 而我们现在的亮度 现在眼睛看到的亮度 这颗星是距离我们L和秒差距的位置 大E比上小E就等于L的平方比上10的平方 我们来看这里头的相应的四星等级 小M绝对四星等级 就是我们用大M来表示 这里我们给它放上下角标 这样编语我们更分别的清楚 这样根据亮度与星等的关系 E的大M和E的小M 这样两个亮度的比值 应该X的小M减去大M 好了 这是玩一点数学的游戏 我们要求的就是绝对的四星等级 大M等于多少 我们把这个式子写好了 两边举一下以时为底的对数 我们得到了小M减去大M 乘以logX等于两倍的logL减去2 这个式子我们再把它写得好看一点 好了 我们要求的是大M 是吧 其他的这些值 X我们已经指到了等于2.512 2.512 而2比上log2.512是5 这个值我已经给你们算出来 你们也可以去验证一下 好了 我们把这些我们已经算过的 这些数值带进去 得到了 小M减去大M 就等于5乘以logL减去5 请注意 我们要找的是大M 我们可以测到的是小M和L 所以大M等于小M加上5 减去5乘以logL 这个L和小M 我们都可以在地球上用我们熟悉的办法去测量到 这样我们就可以换算到绝对星等了 就是不用我们真的去把那些恒星 把它们摆到离我们十个秒差距的这个地方 或者我们自己进退到离恒星十个秒差距的地方 我们就在地球上测量 测量到数据根据这个公式我们就可以换算了 第三个我们要测量的是辐射能量和温度 辐射的能量和温度 我们研究恒星 辐射的能量 我们需要有一个物理量 叫辐射出色度 来描述它 辐射出色度 我们用小写的E 来表示下角标一个Lambda 是指波长在Lambda附近的 单位波长间隔的 上面一个0 是我们近似的把恒星看作是黑体 黑体我解释一下 物理学天文学上想指的黑体是指 这个物体对辐射到它上边的各种频率的电磁波 它全部吸收 全部吸收 不反射 这样的物体我们称它为黑体 所以这个恒星呢 一般是可以看成是黑体的 但是有一个 大家不要搞错了 不要一听黑 黑就马上就跟我们眼睛看到的黑连起来 黑体是吸收所有射到它上边的各种频率 任何频率的电磁波 它不会反射 但是它可以发射 而且它可以发射各种频率 任何频率的电磁波 所以恒星是满足的 太阳就是个黑体 所以大家不要认为黑体是黑的 太阳可以吸收所有的电磁波 但它也可以发射所有频率的电磁波 反过来 黑色的物体也不一定是黑体 黑色的物体 我这衣服是黑色的 头发是黑色的 它充其量 也是就是说 对可见光 全都吸收了 但是它对于红外 对于紫外呢 它也许都反射了呢 这个概念大家能清楚 天体恒星 我们可以看成是黑体 好了 我们考察什么呢 恒星表面辐射的电磁波 它往各个方向辐射 各种波长的电磁波 那么它辐射的能量是多少呢 它辐射的能量 用什么来衡量 它跟哪些条件有关系呢 同学可以说一下 它和哪些条件有关系 首先一个 它和时间的长短有关系 对吧 你测量它 辐射一秒钟和辐射一个小时 和辐射两天的能量 时间越长 辐射的能量就越多 对吧 第二个 和面积的大小有关系 这个100平方米和10平方米的 和2万平方米的面积 辐射出来的能量 当然是不一样的 面积越大 辐射的能量呢 就越多 对吧 还有和波长间隔有关系 所以有这么多量 是影响我们测量 它辐射了多少能量有关的 所以我们又要做一个规定 我们把时间规定为一秒钟 把面积的大小规定为一个平方米 把波长间隔也规定为一个单位间隔 好了 这样规定了以后 我们来测量辐射的能量分布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各种各样的波长 我横座我标作为波长 重座标就是辐射的出色度 它的定义我最后告诉你 也就是辐射出来的能量 比如说像这样一颗恒星 我们得到了它的辐射谱的图像是这样的 这样的 你可看出来 这个绿色的最多和黄色的其次 蓝色的少一点 还有一些看不见的 紫外的红外的也都有一些 对吧 这些紫外的红外的都会有 我们现在定义了 恒星的表面上 单位面积在单位时间里发出的波长 在λ附近的单位波长间隔的电磁波的能量 还差一个因素 差什么呢 大家想想看 还有个因素 大家想到没有 恒星表面的温度 是和它辐射能量有关系的吗 我们把它修改一下 这个辐射出色度 完整的描述 应该是从温度位T的 恒星的表面 单位时间一秒钟 从单位面积一平方米上 辐射出来的 在波长位λ附近的 单位间隔的电磁波的能量 这就是辐射出色度 我们把它画成一个曲线 就这样一条曲线 这个曲线是有用的 费了那么大的口舌 我们测量能量的浦仪测到了以后 我们会得到每一个恒星都会有这样一条曲线 这条曲线是和温度有关系的 把它画出来 每个恒星的大致的形状是相同的 但是每个恒星都不一样 因为恒星的温度不同 这条曲线就位置就不同 星体表面的温度T越高 那么这条曲线的峰值波长呢 就越小 大家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来 这一条曲线和上边这条曲线 上边这条曲线表面温度是T一平 这是热力学温度 下边这条曲线的温度是T 上边那个温度要大 那么你再仔细看 看出什么区别来呢 你看能量辐射最大的这个峰值 应该实现在 这个波长用λ大写的m来表示 叫做峰值波长 温度越高 峰值波长越短 也就是说这条线同一颗恒星 如果它温度要高 这条曲线呢 就往短波的方向移动 这个是维恩经过长期研究 得出来的定律 这个定律叫维恩位移定律 Win是个德国的物理学家 得到的这个定律是什么呢 T恒星表面的温度 乘以λm λm是什么呢 是峰值波长 和这个峰值对应的这个波长 等于B 等于一个常数 它俩的乘级 等于一个常数 这个常数 等于2.898乘以10的 负三 米 Kalvin 热力学温度的单位 在可见光的范畴里头 蓝色的 紫色的 波长短 红色的 橙色的 波长长 所以呢 天文学商也常常 把温度高的 这个恒星呢 称作为蓝星 因为它的峰值波长 往短波方向靠 也把温度偏低一些的星呢 称为红星 给大家一个数量级的概念 太阳的峰值波长 大概在500个纳米左右 我们测到了太阳光辐射过来的 能谱 就可以通过维恩位移定律 计算表面温度 太阳表面温度 等于B除以λM 把500纳米带进去 我们得到的结果是6000Kalvin 请大家要注意 同一个恒星 同一个恒星 不同温度的时候的 辐射的谱线 这条谱线 这条曲线是不一样的 两个温度相同的 不同的恒星 普射普线也不一样的 因为温度不是唯一的 影响这条曲线的因素 今天的课就到这 谢谢大家